中文字幕志愿者 为了避免伊朗、叙利亚等国轻举妄动 美国是很罕见的公布 他们的一艘俄亥俄级巡弋飞弹核潜艇 已经部署在埃及东北部的苏伊士运河 只不过同时 黎巴嫩跟以色列冲突升温 除了真主党之外 在黎巴嫩境内的哈马斯 也对以色列城市发动了火箭炮攻击 以色列国防军再度释出 轰炸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影片 不过这一波波攻击 导致一名老妇人和三名孩童 不幸丧命 对此真主党开枪 这是违反交战规则 要以色列付出代价 以色列的空袭警报也再度响起 以色列全国警戒 因为哈马斯的侧翼 卡萨姆里宣称 从黎巴嫩境内向以色列北部 发射了16枚火箭弹 以利边境局势持续升温 不只有大量以军坦克聚集在边境 为了加强贺阻力道 美国罕见公布了这张照片显示 美军二亥俄级巡弋飞弹核潜艇 已经抵达埃及开罗东北部的苏伊士运河 根据CNN报导 这艘潜艇可以配备154枚战斧飞弹 数量比巡弋飞弹驱逐舰多出50% 更是美国海军最新攻击型潜艇的四倍 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来乱 而由伊朗支持的 燕门青年运动在上周发射弹道飞弹 攻击以色列南部遭乙军拦截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是在地球大气层外 就成功拦截这枚飞弹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人类史上 第一次太空战斗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今天11月7号 也就是说哈马斯杀进以色列囤垦区 而以色列强硬还击 连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月 目前加萨走廊死亡人数已经破万 其中超过4000名是孩童 美国总统拜登 因此再次跟纳坦雅虎通话 协商战术性停火的可能 只不过还没有获得正面回应 加萨就又有医院被炸 还全出以色列陆海空军队 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 全面进攻加萨市 医院大楼内民众仓虹逃命 顶楼窜出真正白烟 加萨最大医院西法医院 当地时间6号再度预袭 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尼巴冲突建满一个月 加萨医院不断沦为剑靶 让以军行动备受抨击 以色列公布多段空拍影像自清 强调并非针对老百姓 而是利用平民设施的哈马斯 加萨北部谢赫哈马的医院 被捕捉到疑似武装分子 和地道入口影像 有情资和影像佐阵 以色列拒绝停火 更持续扩大地面战 陆海空封锁加萨 更计划未来48小时内 全面围攻加萨市 但冲突至今 加萨地区已有超过万人丧命 其中多达4000人是孩童 联合国秘书长沉痛发声 以色列民众则点灯祈祷 喊华政府解救人质 耶路撒冷就城区墙上 投影出人之家属 心心念念的身影 尽管美国积极斡旋 总统拜登也与以色列总理 协商战术性停火的可能性 但以色列态度强硬 就怕解救人质停火 遥遥无奇 TVBS新闻海轩播导 而其实以色列不停手的风险 也越来越大 根据以色列财政部估算 如果跟哈马斯作战的时间 拖上8到12个月 以色列盟售的经济损失 将超过1.6兆台币 而眼前最新民调更显示 有7成6的以色列人 希望总理纳坦雅胡 赶快下台 愤怒抗议包围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关底 和警方爆发推挤 这群以色列示威民众 痛批纳坦雅胡政府无能 以巴局势才会失控 来到台拉维夫 人之家属也聚集起来 表达不满 这是我叫国家 将每个洞都给达 威维夫跟所有的奥坦雅胡 第六都担任总理 纳坦雅胡靠着打国安排上位 结果以色列还是被哈马斯攻击 民调显示高达7成6以色列人 希望纳坦雅胡下台 也有将近一半的民众 认为哈马斯攻击 他该负最大责任 不知国内纳坦雅胡 在其他中东国家更不受欢迎 土耳其挺巴勒斯坦示威 一大群人想闯进当地美军基地遭遭距离 西方国家政府虽然外交上支持以色列 但压不住人民的示威潮 法国巴黎第一场警方批准的大型挺巴示威 就吸引将近两万人上街 而在以色列最大金主美国 白宫外出现巴勒斯坦旗帜 要求拜登政府别再力挺以色列 轰炸加萨人 而和以色列关系本来就不密切的国家 更没在客气 国内国外压力 拿来亚胡政府腹背受敌 但更让人担心的可能是经济 早早打预防针 告知国民战争恐怕打很久 以色列经济学家报声称 以国财政部估计如果和哈马斯对抗8到12个月 以色列损失将高达2000亿席克 大约台币1.6兆 相当以色列一成的GDP 而且这还只是乐观估计 不考虑黎巴嫩或叶门加入战局 其实早在开战两个多月前 专家就警告 以色列经济因为一连串动荡 面临危机 现在开战了天天多少大约台币80亿军费 还有超过30万劳力去当后备军人 劳动市场跟着石横 种种经济坏消息 信息机构穆迪已经考虑将以色列信用平等降级 美国表态挺到底不会没钱给军员 国际能源价格目前也没有大波动 未来经济冲击还很难说 世界各国密切关注 GDP新闻继续报道 而在俄乌战火持续当中传出 明年3月俄罗斯的总统大选 普琴已经决定要参选连任 这是路透社在6号引述6名消息人士的讯息 报道说 普琴认为自己必须带领俄罗斯挺过数十年来最危险的时期 而如果连任成功 普琴将至少执政到2030年 虽然许多外交官员 特务还有官员都认为 他们预期普琴将会终身掌权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并没有普琴计划竞选连任的具体证明 克林武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也表示 普琴还没有就这件事情发表评论 因为我们昨天为您报道 中国大陆气象单位是一天当中连发四项天气警报 结果在东北的暴雪真的造成灾情了 是在黑龙江省的加募斯市 有体育馆疑似积雪太重 屋顶被压垮 目前知道有三个人不姓李 家长边跑边哭喊 因为他的小孩疑似受困在坍塌的体育馆内 下落不明 大陆内蒙古东北地区六号下起暴雪 结果疑似厚重积雪 压垮黑龙江加募斯市 一座体育场馆的屋顶 事发当时有七人受困 其中三人自行脱险 一人轻伤 有三人不幸罹难 俱乐部负责人已遭警方逮捕 要追究相关责任 第一时间的时候是防警塌了 塌了之后一楼是亮灯的 一楼没有垫塌 然后等到我去的时候 就是楼板已经塌了 就是一塌到底 连脚都不用抬 墙风直接把人吹着走 有民众被吹倒在地 完全无法起身 黑龙江网友上传及时影像 只见行人各个东倒西歪 站都站不稳 刚下课的学生也抓着扶手 慢慢移动 生怕一个不小心摔个底朝天 大陆东北地区历经史上 范围最广 强度最强 风力最大的超强暴雪 黑龙江省31条高速公路封闭 哈尔滨机场数百架航班取消 铁路列车停驶 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政府也提醒民众尽量别出门 这雪太大 这车门都打不开了 这老后 这老后的雪 早上全入雾 好可怕的 黑龙江省气象台 持续发布暴雪红色预警 何时恢复正常生活 得看老天爷脸色 TV别新闻 叶骏宏代言力综合报导 接下来追踪第一线 我们焦点继续放在中国大陆 也在昨天我们为观众朋友报导 澳洲总理前往大陆破冰之旅的第一站 是先到上海看进口博览会 原来这个博览会 美国官方也派出所谓史上最强大代表团 那么这边就要请特派记者林明珍 带我们进一步了解了 明珍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上海进行官方数据显示 这次开幕式参会人数几乎是翻倍 出席的跨国公司全球总裁也明显的增多 总计有154个国家 3400多家参展商 其中世界500强的企业接近300家 美国联邦政府也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派出代表团 参会大陆媒体报导这显示全球对大陆市场的期待 还有信心 另外大陆的央视也报导 这次进博会上到场的是包括了十大工业电器的企业 还有十大医疗器材企业 以及三大矿业巨头四大粮商 还有五大船运公司 总共有442项新产品新技术 还有新服务 第一次公开亮相 包括世界首款主动提供动力的甲脂膝关节 还有具备国际领先水准的衰老抑制剂 那么环球时报也评论了 这次的进博会是创下了多个历届之最 参展的3400多家各国企业中 许多是过去参加过 甚至是每年都来的回头客 说明他们对大陆未来的市场预期都是乐观的 那么进博会开展的第一天 上海市交易团也公布了首单的成绩 采购商郑昆航工业超市有限公司 和美国陶氏集团是达成了3亿美元的采购订单 香港文汇报就报导 美国陶氏集团已经是进博会的老朋友 陶氏公司全球副总裁则表示 进博会是企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展示舞台 在多次的进博会上是认识了许多合作伙伴 另外台湾交通部才刚宣布 明年3月解除大陆旅游团禁令 不过现在是传出大陆官方更进一步了 说是将会让台湾人到福建呢 是想来即来 那么什么样的措施也请敏珍带我们了解一下 大陆出入境管理局6号的时候公布 为了深入落实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是推出了10项出入境的新措施 并且将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 进一步促进敏台人员的往来 那么这当中就包括了台胞镇可以网路上办理 还有口岸办理以及集中办理 办证的方式是更加的便捷 办证的渠道也更多了 台湾人到福建想要实现想来就来 推动在厦门设立出入境证件制作中心 厦门金门福建马祖同城生活圈人员 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时间 从7个工作天是缩短成5天 那么在便利敏台人员和船舶通行方面 大陆在对台口岸增设资讯采集点 方便自愿留存资讯的台湾人 使用边检快捷通道 同步实现一地备案全大陆都可以通用 那么在鼓励台湾人到福建定居的方面 明确申请在福建定居的台湾人 可以提交定居申请 那么审批的时间是从20天缩短到10天 另外在生活发展方面 是扩大台湾服务范围 到福建短期旅游探亲商务的台湾人 拿台胞证也可以享有交通出行 还有电子支付等公共服务 另外一个在东亚的联盟 G7外长会议7号8号在东京举行 英国的外交大臣柯维利 国防大臣夏普斯就要跟日方举行2加2对话 那么柯维利将会跟刚上任的日本外务大臣 上川养子会晤 而8月底就任的夏普斯 也将第一次以国防大臣的身份 跟日本新任防卫大臣沐元忍来会谈 双边将会在今年签署的两项重要协议基础上 深化双边及区域的安全防卫合作 英国外交部还表示 柯维利还将在G7外长会议 跟各国讨论中东情势 以及俄乌战争的发展 特别将着重如何预防中东局势进一步升高 各国并且将讨论经济安全 全球贸易还有气候变迁等等的议题 那么当然台海也是国际高度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宣布对台提供 台币26亿的军事融资 最近BBC就有报道说 那笔钱可是美国人民税金 第一次给非邦交国做军援 而且美方对国军的训练方针 也将改为着重在地面部队 受俄乌战争启发 我陆军强化城镇作战 同时间美方也认为 我军训练重点也要改变 外媒6号报道 俄乌战争炮兵变战场主力 给台湾震撼教育 美方同样感受压力 转向堡垒台湾的战略 改变以往过去训练海空军 未来将重点对陆军地面部队 步兵和炮兵来击退共军 从海滩登陆 这也意味着陆军未来是防守重点 不过同篇报道却指陆军不止装备过时 指挥结构和战术也已半世纪没更新 不管是沙盘推演或者是跟其他 有实际上的这个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 已经非常了解我们自己在国防上面 需要修正跟检讨的部分 美国总统拜登8月对台提供台币 26亿元的军事融资 外媒指这笔钱不是贷款 而是来自美方人民纳税金 也是首次给非邦交国运送武器 意思就是美方对台关键方面 虽有不同想法 但大方向一中政策仍不改变 TVBS新闻花正森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今天在台湾更引起热烈讨论的是 又有网红涉入毒品案 而且这回特别让人惊讶的是 被抓网红当中包括有200多万订阅 还有不少大企业合作的9man 传出9man家里头被搜出大麻 还有齐全的工具 虽然他先被吴宝请回 不过律师指出 后续检方如果认为有必要 可以申请乐解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账号 来我的各种影片下面留言 网红卓妹YouTube频道200多万追踪 如今却被爆出迟毒被逮 家中被搜出十几公克的大麻 甚至气聚齐全 包括研磨器卷 烟气卷 胭脂 一硬聚全 遭研判已经稀释一段时间 而这回被抓的还有他 团体反骨男孩成员之一的雷拉 正要出门时遇到警方上门 最后家中被搜出0.4公克的大麻 以及从国外带回来的研磨器 她和老公汤宇通通被带回 最后三人都是无保请回 但就像连环抱一样被爆出来 主要是新北行大街或检举 6号一早缤纷九路逮到十人 其中还有一名周姓女网红 社群平台有一万多人追踪 不吝啬分享自己的娇好身材 也喜欢和粉丝分享旅游过程 曾经到泰国游玩的她 也有到贩卖大麻的商店拍摄 结果这回自己也被抓 事后酒妹也发出声明 目前无保请回配合检掉调查当中 侦查不公开 不方便说明谢谢大家关心 另外雷拉老公汤宇 在7号凌晨也发出声明 表示已经积极配合检警调查 被无保请回 此外被转述自国外攜带毒品入境 有案指走私毒品的嫌疑 唐宇也透过声明反驳 警方初步调查这些案件都是个别案件 没有关联性 但网红连环报也有带警方持续追查 是否还有其他人也涉案 提片新闻张全胡兴燕 新闻市报导 好 目前是无保请回 酒妹的频道团队 昨天晚上也照常上传新影片 还是有不少点阅哦 不过留言开骂的也不少 网络上更流传一份 说是超商的公文 要求各店面 跟酒妹联名的商品 要立刻下架而且丢掉 吃早餐转流量 酒妹风波当天 竟照常更新YouTube影片 大批网友贯报留言区 很酸为了奢华 vs评价律师牺牲自我成为素材 不用付费也能看见 这么精彩的新闻 而酒妹本人还都有看 默默按赞 经典对决系列节目 遭到网友恶搞制图 奢华大麻 vs评价大麻 还有频道的各种截图 说自己已经闻到麻味了 哽突光速问世引起疯传 酒妹先前和超商联名 一系列商品 只是深夜网路上立刻疯传 疑似超商的公文指出 酒妹联名三名制全面下架 爆出开切割的第一枪 超商对此则回应仍需要了解 酒妹的订阅数259万 是台湾YouTuber排名第10名 频道以3C产品各式开箱 评测为主打 形象受挫 各大合作厂商还没有对外发声 是否索赔还得看合约而定 我当时是验了法也验了尿 我的毛法并没有验出大麻成分 但是我还是被乐界 酒妹有这些东西 他不用验法 连头发都不用验 还是说酒妹比较红 所以有特权 设卖大麻烟弹一审被判刑的 实况主Toys开直播质疑 其实先前他验法是因为涉嫌贩卖 检方需裁剪是否长期稀释 验法的长度也决定能够追溯出的使用年份 而一般食毒只会验尿 特殊案件或打死不认 经检察官指示裁验法 酒妹翻车后续效应远比想象中更大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说左面大家形容他是翻车 相对的这回也爆出持有大麻的蕾拉 过去争议就不少了 而这一波侦办会不会只是冰山一角呢 昨天晚上其他几名网红也纷纷开直播 有人提出质疑 有人大声取笑 Youtuber反骨男孩两年前的拍片企划 整团带去验尿晒出阴性证明自清 如今成员蕾拉涉嫌只有大麻被剥 现在得再验一次尿被外界很酸 又抓住流量密码 今年27岁的蕾拉是中东混血 18岁结婚生子 去年跟唐宇再婚 因为长得像歌手邓紫棋出名 但走红后争议就不少 结果这间餐酒馆的合伙人 去年被警方抓到是要头依犯毒罪起诉 当时反骨男孩还发文澄清 请大家高抬跪手 再来是前阵子密兔风波中 蕾拉也被指控强吻知名实况主统神 蕾拉的老公说是从泰国带来的 这我觉得也不可能 蕾拉被捕当天 统神开直播评论 15小时累计快10万点月 而跟统神有过节 也曾依卖大麻被抓去乐界的直播主Toys 同样开直播狂笑嘲讽 是有一点点那么向我求救的意味 因为他们头上戴的帽子 以及衣服呢 都是经由我的品牌所推出的 就这么刚好 蕾拉汤与复讯时穿的衣服 跟Toys同款 至于反骨男孩 继孙生现实动态暗酸后 团长酷炫也在脸书 以黑底白字写下 有点麻烦 一场涉毒风波 也展现出网红间的感情 是脆弱还是抢流量 TV新闻黄建国 吴亚太阳报道 来看几个台湾选战议题 最近几名总统参选前进校园 都会有同学尖锐提问 昨天柯文哲前进高雄大学 直球对决当中 他就忍不住激动 柯文哲是说 他最讨厌遇到天灾 要捐一个月薪水的事情 他说煤炭屋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所以每次被讲到 要捐一个月薪水 他就很生气 我跟你讲 我以前在当市长 我最讨厌什么 每次出车祸 什么普悠马 或者什么地震 就要捐一个月薪水 台湾天灾又很多 我又没有贪污 我怎么那么多钱 每次就要捐一个月 我就很气 一开口自曝真的很生气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到高雄大学与学生对谈QA 想证明愿景绝对够清廉 以天灾要捐薪水证明自己 每次跟陈佩琪讨钱都被他骂 所以后来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会写那么多本书吗 因为我那个版税都存在书局 要什么要一个月薪水 两个月薪水 我拿来的钱 意思就是绝对没有贪污 就怕被太太骂 频频出书 只是台下学生迫不及待 要提问 不分区名单里面 竟然列入颇具争议的徐春英 科长以白色为异象 作为号召的新政治 却毫不避讳 没有要改善 跟贪污 跟黑金 跟境外势力挂钩 这题真的有够犀利 徐春英红色背景争议 没平息 讲到这 柯文哲气扑扑 如果你让他拿中华民国身份证 拿了二十几年 他有犯法吗 其实他昨天就呛声了 赖清德在公开场合说 他是共产党 赖清德要不要出来道歉 你们那个赵天林 亲中挺过 你国安会秘书长 有没有出来查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不变评论 这个连进入司法程序 都还没有 你评论什么东西 讲完了 特别加上手势OK 学生的腔烂提问 柯文哲这回气 忍不住 直求对决 民进党 TVB的新闻 董事件延宣 高雄参与报道 不过赖清德呢 今天是针对民众党 不分区名单里头 会不会有那个陆配 徐春英 要柯文哲今天 得要找机会 好好跟大家讲清楚 那么赖清德今天 跟大家公布 他的竞选团队 其中很引人注目的是 他的主委是曾经为柯文哲 担任市长竞选 总干事的姚立民 宣布进总人士 主委由赖清德亲自拍板 找来2014年 曾经担任柯文哲 选台北市长时 进总干事姚立民 姚老师对我的帮助 跟之前对柯文哲的帮助 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姚老师会帮助 我打败柯文哲 这似乎就是把主要对手 瞄准柯文哲 也确实赖清德炮火猛烈 陆配徐春英排入民众党 不分区事件 柯文哲主席从不亲自 跟社会大众讲 为什么民众党要提名徐春英 那我们希望给柯文哲主席 一个机会 今天则适当的时间 清楚跟社会大众说明 现在不分区名单 也要拼亮点 网球一哥卢彦勋证实 有被推荐 但他婉拒 可就在协调不分区的敏感时机 属于新潮流的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 却被拍到违规西电子烟 一旁赖清德镜总干事 潘孟安也在 被解读是否是 有人在打击星系士气 也警告星系别整晚端走 牵涉派系敏感问题 相关的人友志一同很低调 不过现在是各种说法满天飞 还有一个是针对郭台铭 说是团队已经在 演你退场方案 有可能转跟柯文哲合作 那么今天郭台铭 办公室只说 下一步会怎么走 就让选民来告诉郭台铭 对精明但要厚道 实在喊话难以 还是提醒自己近期嫌少 公开露面的郭台铭 社群依旧用心经营 很多话藏在心里郭台铭透过录影说明 但要不要参选到底 传出团队内部两种声音 一方支持不选 一方坚持要选 其中不选的声音 判能与柯文哲 密集磋商合作方案 共推复首或合推财经证件的方式 华丽转身 希望参选派能够接受整合 没有明确回应 敏感的退选议题 下一步怎么走 让支持者决定 但从大陆富士康 遭查税 到自己的联署团队 多人社会争议连连 中共是很大的关键 我想它对鸿海的影响 连覆的过程中 应该有18到20个人 已经被缩押了 这个其实都在未来 很有可能会产生 防御的问题 你目前来看 当然柯文哲还是最有可能 毕竟打从参与国民党 初选失利 郭台铭与柯文哲 始终走得比较近 但蓝营依旧持续 世出善意 蓝白和会是 让郭董最漂亮的 华丽转身 柯文哲 并不愿意谈主要共事 也不愿意谈反对台独 不然是勇掌 觉得中华民国是很重要的话 民党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踏得非常多 看准对方 选情低点 蓝意喊话 为中华民国站在同一阵线 就看郭台铭要选哪边 而在中国大陆 各界认为这就是破冰了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跟澳洲总理爱班尼斯见了面 习近平说 小圈子解决不了 全球面临的大挑战 小集团也适应不了 世界大变局 他强调中欧两国 没有历史恩怨纠葛 可以成为互相信任的伙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澳洲总理爱班尼斯相见欢 习近平致辞时表示 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 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去年我们在巴厘岛 首次会晤 那一次谈得很好 我们当时都同意两国 应该以一种成熟的方式打交道 习近平强调 小圈子解决不了 全球面临的大挑战 小院高墙 脱钩锻炼或者去风险 本质上都是保护主义 被外界解读 这番话就是在暗批美国 外交部长王毅 会见澳洲外长黄英贤时 更直言 这几年中澳关系 出现一些曲折 值得记取教训 这次中澳荣兵 陆方也给足面子 邀请爱班尼斯 赴近博会致辞 成为史上第一位 在开幕会致辞的 外国援手 同一时间 中美双方的沟通管道 也没停过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将应美国财政部长 叶伦之邀 8号前往美国访问 由于何立峰才刚接任 中央金融办主任 是大陆核心财经官员 外界解读 此行不仅是为拜习会暖身 也将有助于深化两国经济互动 大陆金博会热闹展开 美国自2018年后 首度设立官方场馆 展示自家葡萄酒和农业产品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强调 不寻求美中经济脱钩 双边经贸关系仍极为重要 TVB的新闻 叶俊宏 戴源丽综合报道 而各项快速发展当中 各国还摸不准的 关于AI的进展 OpenAI在星期一举行开发者大会 宣布即将满一周年的 ChatGPT要再升级 同时新增让客户 能够客制化定义的ChatGPT OpenAI在星期一是说 ChatGPT目前每个星期活跃用户 已经高达1亿 另外财富500强企业当中 也已经有超过92% 使用他们的平台 大会当中并且宣布 将会推出最新的GPT Full Turbo 将资料库更新到今年的4月 而且单一提示内容 这个Turbo可以容纳 超过300页的文字 将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 就正式上线 另外还有一个新服务 叫做GPTS 小写的S 它是可以根据个人需求 来自行创建客制化的ChatGPT 而且打造这个新的GPT小S 并不需要编写程式的技术 只需要跟那个聊天机器人对话 在对话当中给予指令 知识还有做出选择就可以 而在台湾这几天 也有重要的科技界活动 英特尔在台湾办科技论坛 执行长吉辛格就亲自来台 那么业界说了 吉辛格其实是最爱讲台湾不安全 而且常常把矛头对准台积电的执行长 不过这是他接任之后 第五度来台 也看得出他对台湾高度重视 在台上开心打招呼 英特尔科技论坛登场 执行长吉辛格亲自来台参加 专体演讲前更不忘 跟华硕董事长施崇堂 红基董事长陈俊胜等客户握手拥抱 而这次演讲 他也分享英特尔前瞻技术发展方向和AI蓝图 直言系经济时代来临 AI无所不在通过和台湾供应链伙伴 合作开发最新技术来实现愿景 而这也是吉辛格接任执行长后第五度来台 更是2023年第二度来台 看得出来他对台湾的重视 但他也是最爱讲台湾不安全 常常把矛头对准台积电的执行长 外界认为这些酸言酸语 是因为他把台积电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 他更曾特地来台向台积电药产能 而吉辛格先前更自爆英特尔三大失策 像是错失智慧型手机晶片商机 取消早期对人工智慧GPU的关注 和没能禁止晶元代工业务 这次来台他将携手台厂供应链 展现英特尔要将笔电导入AI应用的强大企图 而在AI供应链起功下台股前几天站上纪线之上 市场解读美国升息恐告中热嫌涌入台币六号 狂升1.6角来到32.1 不过面对美债殖利率恢复绅势三大指数小幅松红 费半指数走跌台股七号早盘在平盘附近震荡 台积链上涨其他电子股金融股和传产股表现疲弱 如果没有看到台北股市的成交量来到3000亿以上 恐怕比较不容易会有大波段的一个格局发生 随着指数经过前三天的谈涨 在反弹过程中来到前波高点 接近年末市场紧盯选举行情 提示新闻新闻想留意宣台北想不到 美日韩结盟防止北韩现在扩及到网络世界 南韩总统引习约办公室6号就发表声明表示 美国南韩跟日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高层咨询小组 来反击北韩的网络活动 那么据了解这些网络活动是北韩为核子与WMD 也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取得资金的主要来源 而美日韩领袖今年8月在大卫营峰会 就同意要针对北韩的网络威胁 设立一个新的三边工作小组 依照新架构美际来举行会议 那么监督制裁执行的官员是说 联合国一项报告显示 北韩去年就在扩大窃取加密货币 而窃取的金额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还来得高 而对于外界指控的网络攻击 北韩当局目前是一概否认 今天北部地区天气稍微凉一些 而事实上南韩在今天是迎来入秋后第一个寒流 不少地方一席间气温骤降10度以上 国际中心记者陈诚泰有最新的讯息 好的主播现在南韩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民众都已经穿上厚外套了 女绒衣大衣通通从衣柜里面出动 而今天呢刚好是立冬的前一天 南韩首尔还有仁川今天的最低气温 创下今年入秋以来最低纪录 很多地方呢是一细间突然变成冬天 骤降了十多度 像是首尔上午最低温来到摄氏3.8度 仁川则是3.7度 江源到田园市甚至还降到-6.6度 那么这波入秋第一个寒流 主要是来自大陆冷空气的影响而形成 不过预计接下来几天 南韩气温还是会上上下下 一直到周末南韩气象预报指出 首尔还很可能会降到零度以下 以上主播 而天气冷是不是让您想吃一些高热量食物呢 原来有一种香蕉培根加花生酱的三明治 是猫王最爱的口味呢 那么有人喜爱音乐收集上万张黑胶CD卡带 也进一步把这个爱好扩充成一个结合了音乐 美食跟咖啡的空间 乐音流泄拥有不经修饰的纯粹 1925年问世的首摇留声机 用来播放78转重胶唱片 还有1958年德国的收音机 超过4万张的黑胶 2万张CD 以及1000张左右的卡带 珍贵的音乐历史痕迹 都被主理人佩儒收藏在他的天地 不少人来这里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找青春 不卖唱片我们卖三亿就是回忆 然后还有你的记忆 很多的情意 放在这里这种五感六觉启动的状况下 还有那种咖啡香 或者甚至于食物的香味 那其实都会让你的心慢慢慢慢沉淀 更能够融入这个空间 空间设计也藏满巧思 进门手把上方是喇叭 脚踩的地面能见不同年份代表歌曲 吧台融入声波图像 还有黑胶唱片造型的编桌 定期更换主题的黑胶墙 就连三明治都以猫王最爱三元素 香蕉 培根 花生酱制成 处处可见音乐符号 蛮喜欢音乐 然后也常观 比如说唱片行 或者是这种有收藏的 然后咖啡厅附加 还有就是可以让人家这边 比如说坐一阵子 然后真的去实际接触或者是翻阅 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这些小时候在教室里 才会听到的风琴的声音 还有黑板以及木头刻桌椅 让人一秒回到小学时光 地下室也别有洞天 佩如惊喜安排小学堂 让人重温单纯美好的记忆 还能现场直科专属黑胶 录下想说的话 想唱的歌 他笑说现在大家都过减法生活 自己倒是家法度日 但随着收的音乐作品越来越多 遇见的感动也越多 像是曾有女孩因为家中面临都更 就将爷爷遗留下来的珍贵唱片 托付给他 他的东西其实是 大概台湾的早期的一些 留声机的唱片 还不是一般的黑胶 那他把它交给我的时候 他非常舍不得 我告诉他说 你放心你爷爷的收场 我一张都不会流出去 我们会好好的 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些东西 我回到我的青春的 那一年代的一个歌曲 那我也同时来这里了解 很多年轻人 现在在听什么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开会 那就是在一个音乐产业 也可以在这种 很舒服的环境 可以有蛮多灵感 咖啡箱中休息片刻 享受被满满音乐大力拥抱 可以发现流行 也能再见青春 地区线卢红商商 新年特别到 不听音乐听得很舒服 会不会让人不想吃东西呢 最新研究室显示 睡得少会让人体内一种 想吃的化学物质增加 另外饥饿跟愤怒 也有关系 睡眠是一种调节 生理功能的行为 良好的睡眠品质 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 除了可以调控思绪 情绪 心血管 内分泌等功能之外 还包括了食欲 以及脂肪的代谢 您是不是曾经 有这样的经验 半夜睡不着觉 很想要吃东西 或者是晚上睡不好 起床的时候 也很想吃东西 科学家发现 人体大脑存在着一种物质 叫做食欲素 又称为触醒素 它增加时 可以让你维持清醒 并促进食欲 减少的时候 会让你好睡 并降低胃口 因此没有在适当的时间点睡觉 以及睡眠品质不佳 都会间接让胃口打开 另外呢 睡眠障碍 也会影响着受体素的分泌 它是一种促进脂肪燃烧 与分解的物质 跟食欲素不同 受体素呢 它能降低食欲 饥饿感与增加脂肪的代谢 同样地睡不好的话 受体素也会降低 增加肥胖的风险 其实呢 已经有许多的人体研究告诉我们 睡得稳 睡得久 可以减少过多的胃口 以及呢 减少我们摄取碳水化合物的欲望 睡眠不足 会对调节食欲的激素 产生负面的影响 进而增加饥饿感 因此 睡眠时间较短的人 较容易出现不规律的进食行为 像是更频繁 且热量密度较高的宵夜 短期内 睡眠时间 对饮食摄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但如果是长期的睡眠不足 就可能增加肥胖 和相关慢性疾病的风险 医师指出 若睡不好 食欲又变得很好时 一定要注意 先从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开始 例如你可以记录睡眠习惯 从记录中呢 定下最适合且规律的躺床与起床时间 睡前呢 要减少影响警觉的活动 例如喝酒与咖啡因饮品 过度的白光暴露 以及剧烈的运动 那也要增加睡前的放松感 体育障碍往往都会以失眠的形态 来作为表征 而个案常常会疏于注意 那在治疗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安排有药物 以及非药物的部分 在药物上 通常个案常常会问我们说 这是否会有成瘾的问题 会不会导致失智 那所以我们同时也都会提供个案 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模式 很多人在忧郁的时候食欲不正 然后造成三餐 都没有办法按照原本的时间吃 这样子的话 就有可能让忧郁的情形 更加不稳定 我们还有饮食的急患 饮食急患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叫做暴食症 那大家所比较知道的呢 可能是厌食症的部分 暴食症的个案 他们会没有办法 去控制自己进食量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长期有可能造成 适应的一些障碍 那就会有一些 忧郁的情形发生 所以说饮食跟情绪状况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饥饿和愤怒都是有共同基因控制的 其中一个基因的产物是神经太歪 当你饥饿的时候 这种化学物质就会释放到大脑当中 由于神经太歪 还掌控了愤怒的情绪 因此当人体感到饥饿的时候 也更容易变得烦躁 当压力大 有可能会有睡眠不足 或睡不着失眠的现象 因此有可能会狂吃 背后可能是情绪急患 当人压力大狂吃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大脑会有一个 所谓的能量守恒的概念 那大家可以想象呢 其实压力大 那我们大脑其实是一个 非常耗能的状态 那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 其实就是我们的葡萄糖 也就是血糖 所以当你压力太大的状况之下 人的确是有机会呢 会用狂吃来弥补这个失去 或是不足的一个能量 那些恶怒症状的人 通常高度依赖碳水化合物 因此调整饮食 减少金质糖的摄入 同时增加纤维脂和蛋白质 这除了可以提升饱足感之外 还有助于稳定血糖浓度 减少人体对皮脂醇 和肾上腺素等激素的需求 饿到受不了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的生理状态 其实会改变 也会影响情绪 若这现象已经是一阵子 因此情绪容易不好的人 发怒或者容易生气机会 就会增加 进而伴随食欲增加的现象 TVBS新闻 陈如环 肖明正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再见 成功 25 00c25 00 Beach 庄署 随食有 cot 随食有 cot 正经 随食有仇 最后 随食感 在您 village 里面 除复 他们 广告 Battle 影 对